十六,《蘋果日報》,黃之鋒等四人被控了妻辦公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4本報信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秘書長羅冠聰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及社民連副主席王浩銘 涉嫌於去年6月在中聯辦外抗議時份燒白秘書 被控了妻辦公,他們作在東區裁判法院否認控罪 裁判官質疑控方為何時隔一年後才提控 及多項控罪在同一時間及地點發生 控方解釋搜證需時並要諮詢法律指示 日後呈堂影片可分辨不同控罪事實不同行為 控方指十五分鐘內涉多項控罪四名被告為 王後銘26歲、陳偉業60歲、羅冠聰22歲 及王之鋒18歲、陳偉業及王之鋒 香港被控一項左妻辦公罪 餘下兩被告共被控兩項左妻辦公罪 控罪指他們於去年6月11日 在中聯辦外抗議阻撓警長何國署及警員 來見文執行職務 陳偉業清純縮政治檢控 會考慮申請中止聆訊 王後銘答便時表示焚燒白皮書無罪 政治檢控可恥 木伊 銘無罪 主任裁判官前禮警告他法庭並非表達政治立場的地方 裁判官看過控罪之後 提到多項控罪在同一時間及地點發生 控方則指事件發生在十五分鐘內 將情上當日的錄影片段作證據 當中可分辨出不同控罪事涉及不同行為 裁判官質問控方為何在一年後才提出檢控 王後銘此時叫出Yes 控方回應指手證需時 並要諮詢法律指示 裁判官提醒控方 便方可能以延遲檢控造成不公為由申請中止聆訊 王後銘聽筆再舉起大帽子 裁判官將案納後至下月28日進行預審 被告郭准以現金500元保釋 被告與數十名支持者在法院外示威 王後銘及到來聲援的長毛梁國雄更在法院大門外焚燒白皮書 陳偉業指 案發後警方未有拘捕他們及提出檢控 至今時隔一年 待雨傘運動及政改過後才檢控 認為今次百分百是政治檢控 為了下箭中參與者 此外 他認為裁判官質控方延遲檢控或會對他們造成不公 因此考慮申請中止聆訊 《案件序》7篇號 E.S.C.C.22195記者蔡曉峰 議員 感谢观看